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的一个比喻 他说,撒旦试探人就好像人拿着鱼竿去钓鱼一样 但重要的不是那鱼竿,乃是鱼竿上的鱼饵 因为鱼是被鱼饵吸引的 而有经验的渔夫都会知道 不同的鱼要用不同的饵才能够钓得成功 相同的,撒旦也是经常用不同的饵在诱惑人、试探人 例如金钱、名誉、情誉、物质享受或人的成功等等 因为不同的人会被不同的饵吸引 再说,撒旦也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用好几个饵来试探人 其实撒旦试探人、引诱人的方法是非常狡猾的 他会扭曲事实或把事实变得模糊 就像创世纪三章四节 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或许会认为夏娃很容易被骗 但是,则所说的这句话跟我们常常会听到的 多赌一次就会赢了 再多偷一次也没关系 反而不会有人发现的 或多玩一次场游戏就可以赢了 都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会叫人掉进试探里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见过试探 在你掉入试探之前 有没有经历过我刚刚所说的那合理化的思想呢? 只要我们安静下来 看看我们四周围的环境 吸引我们试探我们的东西的确非常的多 并且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东西 或经常会接触到、会用到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为了不掉入试探 而一个人跑到深山里去居住的 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 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 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当你发现试探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你会要赶快逃避那试探 还是会体贴那再多一次的心呢?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试探就有点像动物园里的警告牌 如果有一个警告牌上面写着说 不要喂动物否则会受到攻击 有些人看到这警告牌之后就会照办 但他们不单不会拿食物给动物吃 反而会提高警惕 不让动物有机会攻击它 但是有些人看到那同样的警告牌之后 反而更想去做 不用说那些不喂养和提高警惕的人 被攻击的几率肯定会比那些不听劝的人低的很多 所以这样说来 人受到攻击并不是出于那警告牌本身的问题 而是在于人的心 这无形也反驳了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上帝没有把那分辨善恶的树放在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就不会有机会犯罪了 所以他们的跌倒神也应该负责 你有听过非信徒说这句话吗? 雅各书一章十三节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这经文明明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 因此如果人因试探而跌倒 他绝对不能将责任推到神身上 神虽然不试探人 但是神却有可能许可撒旦去试探人 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就说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单单从这经文 我们就会知道试探人的乃是撒旦魔鬼 再就是主耶稣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受试探的 难道说圣灵要加害于主耶稣吗 肯定不是 对这个记载熟悉的人都会知道 主耶稣虽然遇到了试探 他却没有犯罪 这是最重要的 并且主耶稣也向我们写明了 撒旦魔鬼是能够被抵挡的 雅各书四章七节就说 顺服神就是顺服神的教导 顺服神的话 主耶稣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 来胜过试探的 另一方面从主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记载 我们也会知道 撒旦是有可能在人最有需要的时候来试探人的 撒旦是在主耶稣进食四十周月后 饿了直接用食物有关的事来试探主耶稣的 这足以证明 当一个人在某方面有所需要 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撒旦的试探是最直接 也应该是最强烈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有经济问题时 他更容易掉入赌博的试探 如果撒旦连人质也不放过 要试探他 更何况我们这些常常看不见上帝 常常会犯罪的人呢 撒旦的试探肯定更有任意 更狡猾 因此我们对撒旦的试探更要有警惕 当我们的心非常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被旁边的东西给影响 例如说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我们很关注地看路和导航系统 那时我们就不会被车外那非常美丽的风景给吸引 因此我们若能够时常将夜华摆在我们面前 并昼夜思想他的话语 那么无论世界吸引我们 试探我们的东西多么的多 多么的美好 我们都不会那么容易分心或跌倒的 这便是我们真正要操练 胜过试探最大的奥秘了 愿神引导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